他认为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要常常一起做一样的事情啊 什么都可以忍 唯独这个我不行 到底你犯了什么错 会让十二星座毫不犹豫的决定放生你呢 我们来看双子座 双子座看似多变 但其实他们很喜欢跟另外一半黏在一起 只是黏着度这么高的状况下 如果两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比如说他比较晚睡 但是你有比较早睡 或者是他喜欢健身 但是你却喜欢在家里追剧 在这种状况下 两个人的生活步调不一样 他会觉得你故意不陪他 他认为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要常常一起做一样的事情啊 互相陪伴才有在一起的意义啊 但是如果你都在忙自己的事 跟他的生活习惯差很远的话 他会觉得有你跟没有你 在他生活里面没有什么差别 他会觉得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应该不会有很好的未来吧 既然在一起却不能分享生活里面的大小事 他就会认为他和你没有在一起的必要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双子座在一起 那么你跟他两个人之间 生活要懂得互相协调一下了 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要有生活习惯上的约定哦 这样两个人的时间才能互相搭配配合 最好在工作的时候也能随时调整你的工作时间 让他随时都知道你在做什么 如果你的时间表双子座不能掌握的话 那么他一定会另寻目标 因为他认为他在你心中已经不是排第一名了 那么还要这个感情干嘛呢 我们来看巨蟹座 虽然巨蟹座平常自己一个人很喜欢一成不变 但他是一个充满幻想有很多白日梦的人哦 但他心里面这么多的渴望和压抑要去哪里抒发呢 他心中对生活美好的期待 他希望另外一半能够陪伴他一起经历 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懂得情趣的人 比如说当他在宅的时候 你会告诉他你要带他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或者说踏实的生活 他觉得枯燥乏味无聊的时候 你可以陪他安排一个开心的活动 让他觉得生活比他想象的更美好 这样你就是在他心中不可替代了 基本上你就是要做他心中那个细腻富有情趣 愿意为他出生入死 希望能让他天天开心这样的人 就算你回家顺路帮他买一朵花送给他 或者是他最疲惫的时候 及时的帮他按摩按摩放松身体 那么你在他心中就是最富有情趣 最完美的情人哦 但是如果你的表现比较木纳 在他无聊的时候 你表现的也无所谓 那么他就会觉得你根本不在意他的心情啊 也不了解他最需要什么啊 那么你在他身边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你对巨蟹座不够细心体贴 那么他会默默的从你世界退出哦 明天我们再来讲另外两个星座 我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